就中期來看 蘋果這個手機跟美國很多產業 基本上都是被它政府害慘的 因為他們的保護 他們不但在國內保護 他在國際上的保護 讓這些美國的產品 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 中國大陸我覺得 不會把蘋果在中國禁掉 他希望 像這些全世界最好的產品 都在中國市場上 來做什麼 來磨煉中國本土的產品 今天中國很多產品 在走向世界之前 都是在中國自己市場 做到全世界最優良的蘋果 最優良的產品 在中國市場的磨煉 他才能夠打世界盃 你中國如果這場比賽是什麼 是比亞洲盃還差的 是什麼 是那種地方級 你能培育出好的這種 第一名的選手 你當然要把你的自己本身 中國的競爭市場 就是奧運會的水準 那你的選手拿到金牌以後 真正跑到奧運會的時候 就是金牌 這就是要這樣幹 所以我覺得像任正非講說 蘋果是我們的老師 這句話就是對的態度 那怎麼樣 美國目空一切到現在怎麼樣 步步 他怎麼樣 他這個水已經滿了嘛 他就倒不進任何的水了 他是實的不是虛的 他永遠他自己最好 他能夠進步 你的容量要能夠進步 要能夠不斷的裝水進去 美國的水已經滿出來了 可是他就是不能沉住那個水 中國大陸把那個容器搞大 然後這個水就越裝越多 所以中國我覺得 不管你這些蘋果 你的梨子 你鳳梨都可以進來 讓在這些東西都在中國市場裡面 來競爭 不需要趕出去 趕出去你就沒有競爭對象 我們光看中國汽車就好了 中國汽車在30年前的 所有汽車只要德國的福斯進去 一進去以後 你看所有的都用福斯 然後奧迪進去 政府的 我20年代初年去大陸 看北京那個共產局 都要用奧迪的車 對不對 中國的車到哪裡去了 中國當時很長春一氣的 這個紅旗到哪去了 對 好壞消費者自己最清楚 中國的汽車市場 對不對 不但有奧迪 有福斯公司 有VW Mercedes-Benz B&W 連美國的爛車 凱迪拉克 別克 對不對 都在中國大陸大放硬彩 日本的Honda 很受中國老百姓的消費者喜歡 日本的Toyota G2M也賣得很好 對 都賣得非常好 只有比較差的慢慢出來 像現代 像Kia 在中國就慢慢消失了 那在這樣子的一種殺戮戰場 中國本身本土汽車就從怎麼樣 30年前 望塵末期的角度上 在中國這場世界盃裡面 中國市場世界盃裡面 打出來了 現在比亞迪 現在比如說吉利 對不對 中國的長城 拿出來的車 中國本身的消費者的未知經驗 覺得那個性價比好得不得了 你看網站上中國很多這些車 就是說平價車子的專家 最近分析的車都是什麼車 最近都是分析中國國產的車 連國外也在分析 還拆解他們 國外也分析中國的車 日本拆得厲害 日本拆得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過去30年的政策 讓中國測市場 本身就是一個奧林匹克的水準 在競爭 也沒有保護這些 也沒有保護中國的選手說 你跳200公分 那個金牌就給你 人家外國選手要跳230公分 才有金牌 中國政府沒有幹這種事 可是美國現在就幹這種事 美國就天天保護它自己 保護最後 蘋果做出來一個爛機 對不對 蘋果iPhone15 對 一片哀紅片野 你去看美國人 你去網站上 你看美國的消費 怎麼在評價他們的iPhone15 對 他們說我寧願就用我 那我現在的手機不錯 我幹嘛要去買iPhone15 就它創新性非常 完全沒有啊 那你現在又出來這麼多的問題以後 經過測試以後 火龍果啦 你像Texonic 這些機制 他難怪不會做出 他評估報告嗎 消費者不看嗎 所以蘋果靠保護 到最後就下場 就是什麼 就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像這個現代汽車 或者 你去韓國去看 你去韓國街上看 他滿街只有兩種牌子的車 一個什麼 一個現代一個Keya 外國車很少很少 他把他自己的汽車市場搞成那樣 他自己車子就越來越長 日本也一樣 日本外國車很少 這種市場事實上是對他不利的 連這麼有競爭力的日本汽車 現在都慢慢在世界上 這個 今年前半年 就是說 324輛 324萬 日本是302萬 今年上半年 日本已經輸掉了 對不對 這麼中國怎麼起來的 就是政府不要給過度保護 對 不要給過度保護 那在這個環境當中 那個剛剛 介紹大使說了 這已經是奧林批克的水準 這是一個很競爭激烈的一個場合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你過多的保護 也許沒有呢 可以幫助到你的產業 那尤其這一次 第一個我們說到 iPhone的部分被說 創新性不太好 那華為部分 這次光這兩個功能 就已經說非常厲害 第一個是衛星電話 還有呢 星閃的這一塊 那這個衛星電話 我們介紹過 一個月大概10億元人民幣 那很多的這個服務商還說 那我們呢 這個也補貼你10塊 等於是說 根本就不用錢 就買了這個保險的一個功能 然後呢 那他其實 還包括了 華為Mate 60 Pro 他用的是天通1號 的123顆的衛星 Cover的範圍 大概是這個地方 然後呢 華爾街日報也說 蘋果現在自演5G的晶片 沒有成功啊 iPhone就是呢 切不開呢 高通啊 因為呢 你用自己的晶片 是速度慢 又容易過熱 然後華為啊 推出這個 就講了 星閃的這一塊 就要取代藍牙的部分 然後呢 還有包括什麼呢 美國你不斷保護 大使剛才提到了 車的這一塊 您的時代現在也很強啊 它的那個電池 載人電動飛機也在研發 然後呢 車規級的凝聚泰電池 也要量產了 然後呢 來看到比亞迪的 美洲區的總裁 他也說 美國的這個汽車業大罷工 真的讓拜登臉上無光 也損害了美國的汽車業 我想問一下 倩姐 您怎麼看 就是中國大陸的 這些相關的領域 所以你剛才唸了那麼長嘛 大家就知道說 光是拿手機比手機的話 華為至少有三個目前的大坎 就是大門坎 那我們做消費者 其實不需要知道 我們只要知道說 他打了就會通 然後打衛星電話 內衛星電話就會上鏈 我就可以做得成 所以這個原則叫KISS 就是要讓它又簡單又傻瓜都可以用 可是對科技來講呢 它其實有三個還蠻大的坎 第一個是它的基帶 就是Baseband 那這個Baseband 就是它底下的算是 像是路由器的那個層啊 那麼就好像你的電腦的一個 Modem一樣 那這個部分呢 在華為的部分是它自己研發的 所以它可以把 那個衛星的那個相關的基帶 就放在它的集成衛星的基帶裡面 可是這個東西 如果iPhone要趕上的話 它現在的SoC 我們叫做System on Chip 上面呢 是沒有這個基帶的可能性 那它現在自己研發的 也不是很成功 因為它上面本來就已經沒有5G了 它要向Quocom叫高通去買 那所以它這個地方要改善的話 它自己研發不一定成功 要靠高通沒那麼容易 第二個就是在晶片的部分 那晶片的部分 我們已經知道了 華為現在因為被逼著 它只能自己做 不管它是幾奈米 它就是用它的先進的製程跟封裝呢 已經可以完成它現在的功能上的需要 並且它十分的輕 也不很熱 沒有火龍果的問題 那相對的話 蘋果的話 它自己的研發 它目前已經承認失敗 仍然就是向高通買 但是為了它要堆疊一些新的服務的話 那它很可能就會有加熱散熱的問題 尤其是它現在的鈦合金 據說是有散熱的困難 所以說在晶片的部分呢 也不能夠用它自己的先進的製造 或者是封裝的能力呢 去支撐它直接跟華為對壘 最後一個呢 就是馬上就要去 再上市的這個新閃 新閃其實跟藍牙來說 藍牙是大家已經都已經約定俗成 已經用了很久了 可是今天的新產在技術上面 是有一個很高一層的突破 它用無線電短距離的這個優勢呢 非常非常的龐大 因此它在20... 我查了一下是2020年9月 就已經做了一個叫Spark Spark就像一個火花一樣 就是火星塞一樣 Sparklink Alliance 就是Sparklink的聯盟 在2020年就開始已經組成 所以它其實從頭的企圖心 就是要做未來跟藍牙分庭抗禮的 一個新的標準 而這個新的標準呢 我們每次做新的標準 一定要跟舊標準可以連結嘛 所以它一定是後面的搭配 所以它一定可以把藍牙的東西 全部涵蓋進去 所以現在的這個新閃呢 它原來叫Sparklink 現在改成Nearlink 馬上就會看到那個新手機會上市 新那個耳機會上市 這個部分含了實體層 資料鏈錄層跟網路層 聽起來很簡單 就是一個小耳機 或者是一個小的裝置 但是它後面的那個技術 其實是有很多很多 包含了我們剛剛講 那個無線電短距離的高頻信號 還有它用高頻信號 你送的那個資料的打包 你的解包 還有中間的試錯 糾錯 然後最後你在傳輸的時候 要傳到對的地方 所以剛剛講實體層 資料鏈錄層跟網路層 這是以前我在很苦命的時候 我們開始做第一支手機的投資 那時候都要去研究的這些小事情 華為給你通通從頭做一遍 這個地方很厲害 也就是說它從我們剛剛講的 最底層的那個集成衛星基帶 一路到了它用什麼樣的 SoC System on Chip 然後一直到它要用什麼樣 新的Application App 去跟別人搶市場 甚至要把藍牙的市場 包含在裡面 這些東西的幾乎每一項都是自行研發 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 像華為也好 像比亞迪也好 像寧德時代也好 他們每一個都是有一個 非常高度的自主研發 因此我們前面看到 2020年中國向全世界輸出 高科技呢是在23.8%左右 這個23.8%我現在不太確定 它是不是用那個 用那個美金的 美元的價格來算 因為現在包括華為 它給人家的授權費 都才1元美元嘛 很低 所以當這些科技成為 大家都非常關鍵的科技的時候 其實它的授權費也會增加 更重要的是你可能是 除此一家別無分店 就像Qualcomm 那個Apple每年要付給Qualcomm 去年付了72億 因為他沒有跟他合作的話 就沒有人解決他的問題 將來中國大陸會是 像亮哥時常提醒的 就第二選擇 第二選擇講的是很客氣 就是說如果你需要的話 我就是你很重要的選擇 那當然你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選擇 那個選擇 時常是小院高牆 只給自己用不給別人的 或者是它的牆 會高到那個授權費 會讓你極為的困難 讓你沒有經濟上面的 競爭能力 而華為恐怕會是 很多的行業跟企業 選擇的第一選擇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現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